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四邊形的這個ABCD 跟這個BDEF 都是一個長方形 矩形 且三角形ADE 三角形ADE 這個面積 與三角形AFB 這兩個面積 加起來是多少呢 是10 就是說三角形 這個ADE 加三角形ABF 等於10 好 那麼它要求四邊形 這個 矩形 ABCD的面積 等於多少 好 我們先來看 好 你看 就是說這個矩形 它的面積的話 這兩個面積的核 就是這個底乘高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這個長方形面積的一半 這兩個面積加起來 事實上是等於這個面積 等於這個面積 這個的話也是 底乘高 除以二嘛 這兩個加起來 是整個底乘高 除以二 這兩個加起來 面積跟它一樣 然後呢 這個面積跟這個面積又一樣 也就是說 這個矩形的面積 等於這兩個加起來的兩倍 也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兩倍的 這兩個面積加起來 算是二十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二十